大家好 又到我們敗家的時間 今天開啟的就是 Dr.Woo出品的DW E0506 極小變形系列的卡式大戰士 chapter 如果有印象師兄 記得之前開啟了0102 就是格威龍和陰板 中間的0304是什麼呢? 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之前公佈了而未推出的 極小變形阿帕文 以及巨浪即是吉寶車 又或者是會場限定版別式的格威龍和陰波 但如果通常販賣的產品 繼上次的格威龍連陰板 應該是這一盒 這次的變形角色 其實是卡式大戰士合體派 由一隻鷹和一隻猩猩 合成我們封面這隻chatter 它在黑色大戰士來說 應該是比較後期的出現 所以其實官方的玩具不多 所以我自己也挺渴求這個角色的生產品 非常好 DOTORWOMAN 出了一個給我們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先開箱 跟上次一樣 這次有回 等一下 彈出來了 這次有回上次的角色卡 這次有回是鷹 星星 星星 和合左體的機械人 他們三個角色都給我們 非常兇趕 而且這次也是用回之前的 有壓紋的紙 比較硬 紙質非常漂亮 非常好 我們可以收藏得比較安心 另外從掉出來的包 看看是甚麼來的 是一包未剪製的武器 應該是卡式大戰士的武器 雖然未剪製 但已經噴了顏色 另外當然不少有說明書 這次他把兩個角色的說明書 放在同一張紙上 但是裡面呢 這個應該是否合體 教我們合體的說明書 沒錯 這就是教我們合體的說明書 好 不要說那麼多 讓我們把所有東西拿出來 再慢慢玩 好了 我們把所有東西拿出來 順便也剪製了一件 首先我們看看 這兩片卡式帶 論卡式帶的造型來說 紫色星星這一頂會比較好 因為有卡式帶的兩個圓形 但是他的機閒頭 正面這個位置會比較老 而鷹這一個 就因為沒有那兩個圓圈關係 就比較沒有那麼像卡式帶 好 但是背面呢 星星這一頂會有偷膠位 所以可能 背面來說 鷹這一頂會處理得比較好一點 再看看本身的剪製武器 雖然非常小 但是 那些細節的位置 他要有的也要做出來 而且他的銀色也有得挺漂亮的 好 那麼在我們變形之前 我們要處理一個 很多人都關心的問題 就是這兩片卡式帶 這個尺寸和這個尺寸系列的卡式帶 是不是差不多呢 而且最重要就是 他究竟可不可以放到音波那裡 那不如就試驗一下吧 那首先 我們拿回這個尺寸系列的卡式帶 這是官方的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他的大小 大小應該是 大小應該是一樣的 厚度呢 也是差不多 星星樣在這裡 看看鷹這一頂吧 大小也是一樣的 厚度也是差不多 好 那我們不如 就拿回我們的 哎 衛星系列的音波出來試驗一下吧 首先我們打開它先吧 好 我們試一下鷹這一頂吧 這個位置就適合了 好適合 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尺寸是剛剛好 鷹這一頂 但是呢 按出來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卡點 OK 再試一下星星這一頂吧 星星這一頂呢 就會比較 緊一點 那可能你要用手推下去 才會配合到那個 擺帶位的 那還有 可能星星這一頂是會大一點的 你看到我剛才是要推下去 就不像剛才鷹鷹那樣 好像鷹鷹那樣 放下去 哇哇哇 哈哈 立刻跳出來 好像動畫一樣 但是總括來說 它這兩頂鷹帶 都是適合圍城系列的尺寸 有了我們變形時間 這次呢 首先就變了綠色這隻 應線 首先我們把鷹帶 就反轉 我們看到底部這裡 有兩個粒槽位 我們原粒槽位 把這個位置解開它 解開它 留意一下 其實這個筍位 不是一個方形來的 大家會看到其實有少少 這裡是少少向內斜 所以其實這個扣位 你是不可以直接這樣 左右拔開 要不然這樣 這裡會有損傷的 我們要完這個扣位 滑出來 這樣就安全很多了 搞了扣位之後 我們 將它呈W形狀 然後再用這兩個關節 把它再拉開 變成鷹的翼 然後我們再看看這裡 我們將它 向這一邊咬 再將這個 綠色其實這個是腳掌位 再咬到這邊 腳就完成了 再將尾巴這裡 翻開它 這裡是頭來的 但你會很難拿出來的 如果不拿工具 那逃手可不可以變得到 都可以的 其實這裡會有一個 小小小的 扣位 我們試試向下 試試向下 按下去 頭就會繞上來 好了 那我們的鷹 就變形完成了 然後我們 再將它剛才 剪了件的武器 撞下去 大家會看到 這隻鷹的背部 這裡有兩個粒槽位 我們再將這個 銀色應該是槍 對嗎 就將它 卡進去 粒槽位 不過件是比較小 對 我們就慢慢來 好了 記住 平這邊在上面 就可以了 這隻鷹 我們就變形完成了 再來我們變成一隻 星星 首先 我們看到餅帶的上面 就是星星的頭 來的 首先我們把頭 按下 這裡 然後把它 180度 轉一轉 是用的 接著這裡下半身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兩個膚色鍵 向來接 那星星的腳 就出現了 然後 我們再把手 這裡 拉直 其實星星的肩膀位 是有一個轉軸的 我們再把這個轉軸 轉出來 兩邊都是這樣做 轉出來 最後我們把手 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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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星星的時候 是不會有拳頭的 所以我們把拳頭 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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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這樣看 現在樣子 好像有點怪 對吧 把拳頭位 咬回去後面 咬回去後面 那星星的變形 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照舊 再把剛才剪了件 的部分 撞到星星 都是撞到背部 背部 背部有兩個長方形的槽 我們把槍 這個長方形的照片位 插上去就可以了 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插上去 那星星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再來玩合體 首先把剛才的兩隻角色 就變回做帶的狀態 首先我們把紫色這個 就變成上半身 我們叫機人頭 先反轉 然後把機人頭旁邊 這兩個位置 我們向後接 像剛才星星的下盤 向後接了 然後 大家會看到星星頭 我們把它向後再接 然後大家看到這隻手 把手拉直 拉直完之後 你會看到 拳頭位的方向不對 我們扭回正角 我們上半身的準備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再來下半身 跟剛才一樣 我們也是把這個扣位 先移開 然後再把剛才 鷹的腳位 可以剛才變成鷹的時候 這樣 變好它 然後 然後把這個 本身鷹的翼位 我們拉直 拉直 拉直 再把它 向這邊轉 對 因為如果你轉錯方向的話 它的腳就會很窄 所以 所以 就不會撈亂的 轉完之後 我們反轉它 其實這個 鷹的尾巴 是正面的 我們再把這個 腳掌位 向前 轉回去 下半身都已經完成了 然後 我們再拿上半身 利用這個位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兩個 長方形的粒槽 我們將這兩個 筍位 滲入 就對了 我們 滲回 進去 去 我們的合體 就完成了 但是 我們還差一樣 還沒做 沒錯 就是武器 剛才 星星和鷹的武器 我們 將這兩個 其實本身這個 星星的背炮 後面 這裡是有個洞 我們很簡單的 將 背部的槍 套回去 將它變成這樣 然後 將它套回去 本身 既然手臂位 這裡 插回去 另外一邊 我們也要這樣做 OK 將它插回手臂位 在這裡 我們的合體 卡式帶戰士 就完成了 我們看看可動 首先 頭部左右轉 沒有問題 但它不是波階 所以不能上下動 另外 肩膀是波階 當然 360度轉 哎呀 白出白線 完全沒有問題 平舉 沒有問題 手臂 90度摺 沒有問題 但是 拳頭這裡 就不能轉 如果你想 拳頭可以 向下摺 雖然不知為什麼 要這樣做 另外 腰 那裡 腰 不能轉 因為裙甲頂著的關係 如果需要做前踢的話 我們要先把裙甲 踢起來 這樣就可以踢得很高 不過 都可以只有90度 後踢 90度沒有問題 平舉 也沒有問題 另外 大腿這裡有個平轉關節 剛才我們變形的時候 也可能看到了 膝蓋 雙關節 可以做到完全摺腳 但是膝蓋 完全摺腳之後 就會平了 這個位置有點怪的 另外 腳掌 可以平轉 但是 不能前後動 但是最神秘就是 它這隻腳掌 有摺地 又到了對比環節 首先拿回 之前TOTAWO出品的DW01 和02 格威龍和音版出來 和今次的卡斯大戰士對比一下 它們四隻是同系列的 接著 我們當然不能少的 就要拿這個衛城系列的狂派 卡斯大戰士出來 對比一下 再來我們看看 它合體之後的大小 我拿了這個 衛城系列的音波 音版 和卡斯大戰士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們的大小比例分別 今次TOTAWO出品 這個合體派卡斯大戰士 也要承繼之前的優良傳統 它很多位置都做了一些卡扣 不論它是卡斯大型態 或者是合體型態 結構都非常實正 就不會太鬆散 其實TOTAWO開頭公佈出這個 這個合體派卡斯大戰士的時候 我挺驚訝的 因為我個人認為 這個是相對於格威龍和音波 那類的角色 它是偏冷門的 所以我是有點猜不到 TOTAWO這麼早期 就已經推出這個角色 如果各位和我一樣 都是存卡式帶的話 都應該知道 其實官方在《圍城系列》裡面 還有很多卡式帶角色 未出的 例如恐龍派卡式帶 或者恐龍合體派卡式帶 其實還有很多角色可以出的 但是看現在官方推出這個 《迷你金剛》的頻率 出這些角色的機會 都應該不大了 可能我們就要靠TOTAWO 才可以齊到所有卡式帶角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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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